给大家看看俄罗斯人是怎么个中国人酒餐 这是莫斯科的系列梅杰沃机场 大家记好 这是红色的申报通道 这儿站一个姐姐 就怕有人从这扇门里跑出来 中国人下飞机全被安排在这儿 单独做检查 而其他国家的人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不管他带多少行列 他们都能轻轻松松的 从这个绿色的无申报通道走进来 根本不需要二次检查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现在来的吧 大部分都是留学生 留学生身上一般都装着手机 装着电脑 他们的这个价值比较大 再加上衣服 电器 一不小心一折算 就会超过他们所要求的最大这个输入 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儿 必须接受单独的检查 从这个小小的门里面走出来 都是第一次来上学的 多带点东西又怎么了 他们又不是来倒卖倒卖的 为什么查他们 而且为什么只查中国人 给大家再提个醒吧 后面有入境的中国同学们 请注意了 有的时候摆在面上的中国友谊 就是这么一句空话 实际上的做法真让人寒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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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